至于台中市长选举 民调显示 现任市长胡志强 并未居绝对的领先 而总统马英九 日前向媒体表示 党中央已经和胡市长 沟通不止一次了 胡志强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证实却有此事 台中市长胡志强 参加历史建筑修复工程师 到场绿营市议员 拱他快点表态参选市长 胡志强幽默地回应 如果民进党支持他 就立刻宣布参选 假如今天 黄岳宾议员蔡雅林议员 站起来阻止我连任 我就立刻宣布 对于台中市长胡志强 是否参选连任 总统马英九日前向周刊爆料 他一看台中市长胡志强 谈过不止一次 胡志强也证实 总统马英九11月时 曾找他谈过市长选举的事 他也没有叫我不要选 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 他原来跟我谈 但是他叫我不要公开 我就很听话 对不对 他总统说来谈你 来找你谈了很多次 没有 他说党中央不足一次 蓝绿势力版图 此消彼长 中台湾是个关键战场 台中市长胡志强 到底选或不选 牵动各方角力布局 联合报张宏昌台中报导 但我看不选择 都不选择 游了